这个视频咱来讲讲脚 别乱想了 这可不是生物课 我要讲的是这个脚 脚在生活中很常见 比如这个 再比如这个 在几何中脚有自己的定义 而且还有两个 第一个定义是描述性的 有公共端点的两条射线所围成的图形叫做脚 公共端点是脚的顶点 射线就是脚的边 第二个定义是动态的 一条射线绕端点转动所形成的图形就是脚 射线端点即脚的顶点 射线出发的位置叫始边 停止的位置叫中边 你要注意 两种定义都强调了脚的两边为射线 也就是可以无限延长 而这并不影响脚的大小 知道了什么是脚 你还得会给一个脚起名字 比如这个脚的端点是B 你就可以叫它脚B 记作脚B 这是脚的符号 就是一个迷你的脚嘛 下面的这条边横着画 可别跟小月号弄混了 好了 如果我给这个图在天条射线 这时候就有点麻烦了 以B为顶点的脚有三个 你说脚B 都不清楚在叫谁了 那就需要再来几个点辅助 这个脚就得叫脚NBC了 顶点B必须在中间 你叫它脚CBN也愁 两种写法都一样 类似的 这个脚是脚CBA 而这个则是脚NBA 如果你觉得写仨字母太麻烦 也可以给脚起个新名字 只要用数字或者小写希腊字母就行了 比如你觉得脚CBA很二 就可以叫它脚二 名字充分的体现了人物性格 再比如你觉得脚NBA很洋气 就可以给它起个希腊名 叫阿尔法 写出来就是这样 有点像个小鱼 那这个脚就多个名字 叫脚阿尔法 你看 这样只用一个数字或字母就可以表示脚了 是不是很方便 在这里我有必要给你普及几个希腊字母 刚才的小鱼念作阿尔法 而这个像耳朵一样的 念作β 这个有点像Y的 念作γ 放射性的γ射线就是它 陆续的 你在数学和物理课上还会见到这些希腊字母 咱以后再慢慢说 好了 言归正传 知道了什么是脚以及怎么表示它 咱接着说脚的分类 脚按照脚的大小来分类 脚的大小用角度来表示 一条射线沿端点旋转一周与自己重合 它所转过的脚是周脚 规定周脚为360度 周脚的一半是平脚 也就是180度 平脚的一半是直脚 也就是90度 比直脚大 而比平脚小的是顿脚 其度数介于90度到180度之间 比直脚小的是锐脚 它的度数介于0度到90度之间 学会了脚的定义 表示和分类 就可以来总结了 脚是一个傲娇的几何元素 它有两种定义方式 两条射线围成的图形是脚 一条射线旋转形成的图形也是脚 脚还有四种表达方式 第一种 在没有起义的时候 你可以用顶点字母表示脚 比如这个脚B 第二种 用顶点字母表示出现起义的时候 你得用三个字母表示脚 比如脚NBA和脚CBA 而顶点B必须在中间 第三种 你可以用数字给脚起个新名字 比如脚2 第四种 你也可以用小写希腊字母给脚起名字 比如这个 脚α 另外 根据角度大小 脚还可以分为周脚 平脚 顿脚 直脚 以及锐脚 为师这就讲完了 土耳门 快去做题吧 ��噤 曼 是 你的 我